它只是外表的这个皮改变 还有颜色改变 那这一盘其实我觉得设计起来 是比较属于中性款 因为它的款式的设计感觉 它其实上了这个防水的这个红色 滋纹的一个设计 它还是属于男生可以背 然后女生也可以背 那这个基本包盘一直是我们的畅销商 因为它的收纳功能是特别多 那我特别介绍一下 就是在细节的部分 它是做到防水拉链 防水拉链不管是哪个品牌 遇到转角的部分 稍微会比较没有那么滑 所以是正常 因为它是看上去是转直角 还是转这个斜角 那一路口这个是还OK 就是我目前拉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打开之后 里面一样有很多的一个收纳 也有个内带收纳 那下沉的部分 你看到它这个拉链在里面 有些人说 哦 这样好像不好拉 因为它是要遮雨 遮雨的概念 所以它是把它盖着 你觉得来纳的话 就是把它打开 这样去做拉器 OK 前面的部分可能就是收纳卫生纸 或是快取一些小东西 我们可以收纳在前面的部分 那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定位在电脑背包 就是电脑背包的话 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喜欢的话可以赶快 赶快来下单 因为黑色已经没货 现在是红色的线地板 它的货也是不太多 好 前面的部分我觉得 我觉得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收纳 因为收纳 因为收纳机能多寡 就是INUC的一个品牌特色 然后后面的部分 是属于一个大开口空间 就是你要塞多少东西都很好 那这个就是外面很树羊 它不会把我的水壶 什么都塞在外面很难看 它就是把我的水壶 或者是我的那个雨伞 塞在这个树口袋里面 OK 然后我要放电脑 就可以放在这后面 然后这个中间 可能可以放我的这个外套 或是其他书本 空间是很好放的 好 那今天就推荐 就是这两款新款给大家 希望大家大家会喜欢 谢谢 拜拜